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彭斯的这番话无异于对中共发出了最后通牒 显然在临近阿根廷峰会 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 中美双方都加速了对对方的试探和施压 稍早有英国媒体传出 中共已经正式给美国政府提供了详细的让步清单 以便能在习近平和川普会面之前 达成一个框架协议 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 或许彭斯的话 就是对中共提供的这个让步清单的回应 显然美国政府并不满意中共的这个清单 彭斯说 中国需要做出让步的领域 包括对保护知识产权 禁制技术转移 取消限制进入中国市场 尊重国际规则及规范 以及保障在国际水域航行自由和中共对西方政治的干预 由此可以推测 中共提供的清单当中 并没有包括这些美国政府最关切的内容 昨天 川普向记者表示 中国很想达成协议 他们已经提交了贸易建议清单 内容涵盖142项愿意采取的贸易措施 内容可算完整 但仍缺少了4-5个重要事项 川普说的缺少了4-5个重要事项 应该就是彭斯提到的那些问题 估计 中共这份清单或许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妥协 中共并不想在政治体制和现有的经济体制方面 等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 对此 彭斯警告说 如果中方提出的建议 未能令美方满意 美方将准备在经济 外交及政治上 对华施加更大的压力 针对彭斯的讲话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 我不知道彭斯先生这番言论 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观点 还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外交部发言人 显然是在故意淡化冷战这个问题 这个发言人还强调 美方应当尊重中方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发言人还特别提到 在相互尊重对等互利的基础上 开展谈判磋商是解决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不欠谁 不求谁 更不怕谁 从中共发言人的话可以看出 中共最关心的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不欠谁这个说法很是特别 对于这一点 习近平在进口博览会上 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 习近平说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 发奋图强 砥砺前行 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今天的APEC的峰会上 习近平再次表示 40年来 中国的面貌 中国人民的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今天 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平时中共总是把中国取得的一切进步 都归功于他们的领导 偏偏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想起了中国人民 事实上 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的发展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 尤其是得益于WTO的接纳 而这一点 美国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像彭斯在此前 那个重要的演讲当中所说的 美国在21世纪前夕 向中国敞开大门 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习近平这个时候一再强调 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这是故意忽略外资 外国技术 国际市场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中共的几万亿的美元的外汇储备 绝大多数都来自和美国的贸易顺差 中共真的是不欠美国的吗 尽管中美之间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它的结局似乎已经很明显了 彭斯的话已经预示着这场谈判的前景不会太好 彭斯这样说 并不是只是一个谈判的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的真实态度 路透社引一位华盛顿消息人士的话说 中共回应离达成协议还很遥远 因为双方完全不在同一个宇宙 关键的是 美国不仅认为中共在几个美国关切的问题上 没有表态 更重要的是 美国怀疑中共做出让步的诚意 川普的经济顾问纳马罗说 美国即使和中国在贸易方面达成协议 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真正执行 中国加入世贸时的多项承诺 在16年过渡期后 却都没有实行 显然 对于彭斯这个近乎最后通牒的严厉表态 中共实际上已经有些绝望 除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所谓 中国不欠谁 不求谁 更不怕谁之外 新华社还抛出了一篇 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奇闻 称赞清博时期的义和团 展现了百年前 中国民众团结欲辱的决心 这说明 中共这次可能真的到了走投无路 慌不择言的地步 如果说 中共鼓吹义和团 在中国还有些欺骗作用 那么在西方世界 鼓吹义和团 就是等于出丑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 当年义和团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洋货的大量输入 导致中国的手工业破产 农民破产 那么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彼此的角色 已经发生了逆转 中国是商品输出国 而美国却是商品输入国 川普就认为 这是大量的中国商品的输入 导致了美国企业的倒闭 和工人的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祭出义和团的旗帜 尤其显得滑稽 西华社的这篇文章 通过介绍义和团 和八国联军作战的 一个历史片段 告诉大家 虽然义和团发起过程 和组织运动 具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但义和团在抗击八国联军中 所表现出来的互相联络 互相支援 敢于斗争 不怕牺牲的精神 依然体现出中国人民 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 出现非常的突兀 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 和义和团的纪念日 并没有什么关联 突然提起义和团来 显然是别有用心 另外 这篇文章来自新华社 而不是人民日报 或者环球时报 也很不寻常 一般而言 新华社是对外宣传的机构 它的文章 或者是给国际社会看 或者是选择国际社会的消息 给国内的百姓看 有新华社发表这篇文章 显然是在向国际社会 向美国展示中共的态度 一旦中美谈判破裂 中国的百姓 可能会像义和团那样 听从中共的摆布 共同来对付美国 即所谓团结欲辱 可以想象 如果只是对内动员 这篇文章 更应该由人民日报 或者环球时报来发表 事实上 环球时报在第二天 也就是11月14日 发表了一篇社评 其中就提到 且不要担心 我们社会发生的工具多了 会导致更多的外交麻烦 恰恰相反 民间的各种声音多了 我们官员稍微给西方一些友善 他们常常会领情 民间是有公共外交积极性 也有这方面创造力的 或许只需官方放放手 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长出一大片 能够有力回击外部挑衅的 红衣大炮来 别总让西方什么力量 都冲中国官方来 西方人需要抽出相当多的精力 对付打不穿他们城墙 也能阵容他们耳朵的红衣大炮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 就是在替新华社 义和团的文章做注脚 只要官方放放手 中国还会出现大批的义和团勇士 这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 中共在必要时候 要用民间的红衣大炮 来回击美国 关于义和团 大约受过小学教育的人 都略有所知 然而真正清楚义和团 历史全貌的人可能并不多 其实就整体上看 义和团给我民族带来的灾难 要远远超过他们 所谓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攻击 义和团的反帝 并不是基于爱国主义 更不是基于正义 而是基于无知和盲目排外 他们甚至把洋人当作妖怪 义和团屠杀了 十万以上的无辜平民 其中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 据统计 其中有两万多名中国的教徒 还有241名外国传教士 和他们的家属被杀害 包括53名儿童 还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 普通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 数量要远远超过被害的基督徒 单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 就有数万人之多 伴随着大屠杀 义和团的主要目的就是劫掠财富 义和团并不是反帝 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 反对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东西 包括铁路 轮船 电线杆等等 据当时的记载 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 若纸烟 若小眼镜 甚至洋伞 洋袜 用者折之极形 曾有学识六人仓皇必乱 隐身边携带铅笔一枝 洋纸一张 头中被义和团搜出 乱刀并下 六人劫死费命 甚至有一家人 有一枚洋火 也就是火柴 而八口铜颅者 被义和团杀死的国人数量 百倍千倍在洋人之上 义和团根本就不是反帝 而是反制 义和团的情况非常复杂 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很是不同 中国民主先驱者邹荣 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道 有野蛮之革命 有文明之革命 野蛮之革命 有破坏无建设 横暴自随 之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 如庚子之义和团 为国民添祸乱 这无疑是对义和团的 客观的一种评价 而过分夸大义和团的反帝的因素 却主要是来自 意识形态为主的共产党人 曲求白说 何以会有这种义和团运动呢 难道不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吗 帝国主义的侵略 外货的输入 原料的吸收 使中国旧式的经济逐渐破坏 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 其结果 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 这些破产的农民 迫于经济上的困苦 本能的发生 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 义和团被美化 甚至被神化 主要是在文革时期 当时提出了 在什么场合 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不仅成了衡量人们 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 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 成了估量人们 是否忠于革命 是否信奉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甚至成了评估人们 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野蛮反制的程度 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 也只有文革 正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当中 义和团运动 被带上了反帝的光环 在很大程度上 中共继承了义和团的一波 中共对西方人民的排斥 对基督教的打压 和义和团一脉相承 这些年来 中共一再拆毁教堂 打压教会 其残暴程度 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 简直就是义和团的再现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峰会上 彭斯在发言中 再次点名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 称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史无前例 他说 美国已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采取了决定性措施 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征收关税 并可能将征税规模扩大一倍 彭斯说 美国不会改变这一应对方式 直到中国做出改变 中国当前的形势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在中美贸易战陷入僵持的情况下 国内的政治形势 也在急剧的向文革方向发展 中共再次送扬义和团 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可能意味着 当中共意识到他们无法欺骗美国 让美国解除贸易制裁措施的情况下 中共可能会赤裸裸的 煽动一场新的义和团运动 昨天网上流传着 北京出现了大量替文革翻案的大资报的消息 从这些大资报的样式来看 已经比文革时期提高了不少 但内容并无区别 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是 文革注定是人类文明之灯塔 不主动接受 那就被动承受 此外还有质问特色等题目 其中还有两篇文章 明显和当前的贸易战有关 一篇是从毛主席给尼克松开出的价码 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学习什么 另一篇是尼克松为什么低头 这篇文章写道 抗美援朝结束了美国对中国的武力讹诈 但还不足以让他低头 让美国低头的是什么呢 可以确切的说 是中国的红色文化和国力的飞速增长 这里的红色文化 无非就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 和伪造的红色历史 这个大字报 无疑是在反对和美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从网上的视频资料来看 在北京的一条马路上 两侧挂满了大字报 可能有几十张 甚至上百张之多 在仿佛天罗地网的北京 出现这么多颂扬文革的大字报 这显然是当局纵容的结果 联系到中共当局 最近宣传推广的 所谓风桥经验 制造阶级斗争 煽动群众斗群众 形势确实在急剧的恶化 从根源上来说 中国政治的文革化和中美对抗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乎互为表里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气氛越来越浓 北京文革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 想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看来习近平是铁了心 要做毛泽东第二的 这倒不是说习近平他多么聪明 精心选择了毛泽东 而是习近平只会毛泽东那一套 或许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不可避免 中国陷入第二次文革 恐怕也难以避免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